记住 如果你和闪铃钻一起带 只是推高它的能量 如果你要淨化充电 一定要放上玄石或蒸组才行 你买了一条水晶手链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又不懂用 也叫你不要看到漂亮就乱买 不要紧 拿上来给毕特sir 我感受一下能量 然后我会教你怎么用 又回覆粉丝的问题 毕特sir 请问闪铃钻手链本身需不需要消耻充电 如果和其他水晶手链一起带 是否其他手链都不需要再充电 好问题 首先闪铃钻手链不需要充电 因为我片时说它的能量很高 记住 总之逢是手链一带到人的手 为何人有情绪 喜怒哀乐或负能量 多一点烟污 其实你这个人不用特意做很多东西 你可以放在蒸组上也可以 放在蒸组上也可以 或者用水洗一洗的东西也可以 不用说要做什么 你说和其他的水晶手链配戴 当我不配戴的时候 这个又需不需要充电 因为你带在一起 这个闪铃钻当然是推高给你这条水晶 无论什么水晶也好 碧锡也好 没问题的 它是在充电的 分开的时候 我给一个比喻 就像一位保镖 现在跟你说 老闆 我现在要请假一个星期 我想问你 这位你还会否受到保护 保镖也放了大家 一样要的 总之你不带的时候 拜托你放上闪铃钻圆 或者放上蒸组那里 这样的能量才能保存得更好 它是没有保持充电的 而不是分开之后 它仍然可以充电 哪有那么好处呢